Hello,大家好,我是豆三岁 我现在是在加拿大曼省文尼泊 我的频道主要是分享在曼省的生活 以及生活一些见闻 还没关注我的小伙伴们 一定要先关注起来 谢谢大家的支持 文尼泊已经到了夏天了 这个春天已经到来了 现在的这些树叶已经开始有露头的迹象了 马上马上就是两周 就差不多这叶子就长大了 今天我就带大家逛逛这边的 东南区的一个trail 就是Real Wood这个社区的里面 就是在森林里面有个小路 听说有那种木雕 就是树雕 今天主要给大家聊两个问题 一个是为什么要来加拿大 第二个是怎么来加拿大 这也是非常非常多的人遇到的一个问题 也是非常非常多的人找我了解的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来加拿大 因为有很多很多小伙伴们看到很多博主发的信息 发的视频发的有关的信息 这边有多么多么的好 多么多么的好 所以说有所触动 就像他们觉得有很多很多极其普通的人也能来加拿大 我为什么不能来加拿大 我也要试试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加拿大不是天堂 它不是适合每个人 加拿大也不是像某些人说的极其极其好 不能更偏激的看到这个问题 所以说咱先来谈第一个问题 你为什么要来加拿大 有很多很多人他会说我为了孩子的教育 我为了孩子才选择加拿大 其实是跟归根结底 我在这说一个很大实话 也有很多人不想听 但是这就是实话 你归根结底就是为了自己选择加拿大 因为有可能你在国内正好是遇到了事业瓶颈 或者是你感觉到孩子太卷 还有你个人在这个环境下不太适应 不太适合这个环境 所以说你有逃离的想法 为了孩子教育 其实只是一个冠冕堂皇的一个理由 也许我这个话是非常非常的刺耳 但是它真的是一个大实话 咱先来说一下 你为什么要来加拿大 你是因为想来加拿大赚更多的钱 还是因为想来加拿大躺平 还是因为加拿大压力小 你要是以上几个理由的话 我劝你还是不要来加拿大 加拿大其实现在的一个生活水平压力 它真的是蛮大的 普通老百姓来了加拿大 也是需要还房贷 车贷各种生活费 因为现在加拿大的生活水平 消费水平真的很高很高 它比前两年高出了50% 我个人觉得已经50%了 因为之前一袋面是7块9毛9 现在是10块9毛9 同样是10公斤的面 之前一升油是一刀 现在是1块6 1块7 一升油 所以说在生活费上面的话 真的就是之前是1000块钱可以解决的 但是现在是1500 所以说你要是抱着躺平的心态来加拿大 真的我个人觉得不是太适合 但是你要是追求空气质量 食品安全 医疗环境和教育环境 还有养老问题 你可以选择加拿大 其实加拿大最吸引最吸引大家的地方是在于教育和医疗 大家都吐槽加拿大的医疗是多么多的慢 但是加拿大真的是做到了全民医疗免费的一个程度 这也是其他国家无法能凭你的一个优势吧 很多人也吐槽加拿大的教育是多么多么的快乐教育 不教东西 很多小孩真的就是每天快快乐乐去了 快快乐乐回来了 真的问到啥 学了点什么 一分三不知 也有很多人来了会提孩子焦虑 到底孩子学到了啥 但是加拿大的高校也是非常非常靠前的 像多大 麦吉尔 UBC 华铁卢 这也是在全球上排在上树的 其实在加拿大 它的起点更加的全球化 还有你家孩子要是在加拿大读书的话 对标的是全球 还有甚至北美这些美国的长青藤学校 不单单是加拿大的这些高校了 这也是一个教育资源的一个问题了 所以说先想好来加拿大是为了什么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我们就要说一下你们到底是适合哪条路来加拿大 我们抛开企业家和专家这些非常优质的人才 说一下普通人到底适合哪条路来加拿大 其实移民加拿大的路非常非常多 它也有非常非常多的项目可以走 像投资移民啊 SUV啊 企业家移民 这些要求相对来说非常非常高的 主要是资产纳税情况 还有你这个公司的一个规模 还有你的公司的运营时长 投资移民来说的话 现在的它的优势没有那么大的 之前投资移民的优势是在于它直接可以拿身份的 现在也是直接给一个两年的工签 让你在加拿大以工签形式待在这去运营你的公司 所以说这也是非常非常多的人不走投资移民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投资移民现在要雅思分数了 所以说雅思五分这也是一个坎 它排掉了很多很多的人 还有一个海外存一打分 一打分的话相对来说更加的要求是更加的难了 它是从全球选拔优质的人才直接移民加拿大的 所以说这个分数是非常非常偏高的 你就看你能不能打到500左右了 500以上你可以试试 500以下那你就要考虑考虑了 也许你打这个分数就在持人里面一直等着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捞上来 你要是不着急的话 你可以入持 其实我们普通人走的路就两条 一条是留学 一条是雇主担保 我们要走那些拿到结果 更多人拿到结果的路 而不是走偏门 因为比你聪明的人大有人在 比你优秀的人也大有人在 人为什么不选那些偏门的项目 也是非常非常有原因的 其实事后我们普通人的路只有两条 一个是留学拿毕业工签或者配偶工签去申请移民 第二个是直接在国内拿工签这种雇主担保 这两个项目也是非常非常多的人拿到结果的两条路 有很多人会在网上骂雇主担保有多么多么的坑 但是你真正来到加拿大 你会发现有很多很多人就是雇主担保过来的 这是一个事实 那我到底是选择雇主担保还是选择留学 其实我之前的视频也给大家聊过 其实我们拿加拿大的身份就两点 一个是钱一个是亚 你要是听谁说 加拿大拿身份特别特别容易 不需要英语啊 不需要钱啊 那你这个人可以直接三料了 现在加拿大留学的话 这些直路要求基本上6.5分A类 像那个雇主担保的话 G类5.5分就够了 这是在英语上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 有很多很多人说我旅转学 我的要求 我的英语要求就没那么高了 但是我是给大家说的 就是真正的这些留学的这个路 和雇主担保的这个路 所以说你们在英语上 你们要是有觉得我有信心考到6.5 那可以走留学 你要是说你英语考不到6.5 你能考到5.5 那可以走雇主担保 你要是说你的英语也就三四分 那真的走哪条路都难 还有一个现在旅转学和旅转工的一个应语要求 旅转学的话 我个人觉得你们 最起码考到一个5.5分 再过来去做双路去 这样的话相对来说比较省钱省时间 旅转工的话差不多 那个雅思4.5就够了 一定要记住 留学的话就是雅思A类 那个雇主担保的话就是雅思G类 在时间方面的话 那个雇主担保的话 时间更短点 像留学的话时间更长 像留学的话 像曼省的话 留学的话一方留学一方 那个工签 这样的话可以夫妻搭配 但是那个留学的必须得进专业课 进的专业课可以就是说 配偶去作为主申请人去申请移民 但是其他省一定要了解 配偶可不可以作为主申请人去申请移民了 在这条路上花费的话 其实整个花费都大差不差 就是一个是在半年 差不多就要把这钱花完了 一个是在这三年要把这钱花完了 有很多人肯定会杠 说雇主担保不是十五六万加币吗 那留学的话也花不了这么多钱 但是你这个十五六万加币的太贵了 这个不知道倒卖几手了 可以多了解 多了解 多了解 基本上没有这么贵 所以说雅思河钱 你有了 你可以就是说要考虑时间 还是爱人可以可以给你搭配着来 还有一些个人原因 个人问题就要细致去考虑了 其实说了这么多 就两点 我们要考虑为什么要来加拿大 第二个是我们更加适合哪条路来加拿大 我们一定不要走极端的项目 因为你是极其极其普通的人 就走嘴大流就可以了 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 有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订阅 拜拜